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从济世气 兵器用 就是兵器坑 利用了兵器 辅越刀叉 进一步的 到了仪式的 礼天礼地的 昌碧礼天 黄崇礼地 我们都介绍过 进一步介绍他的人物 还有他的宫廷用器 宫廷用器 我们介绍了那个大鱼湖 那个湖 古代又称为尊 是摆美酒 换句话说 他也是重要的礼器 也是重要的生活用器 也是重要的皇宫的什么 陈舍用器 这具多重的身份 可是讲到大清王朝 他能够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东六国 本来战国 本来战国七雄 我们讲的 秦妻处艳寒兆位 真正的核心 不在秦 可是真正的核心 分崩离析 分成了什么 我们讲的 秦 山东 燕 在我们河北 河北人 韩 在清国的旁边 小小的韩国 赵 赵 赵也是艳赵男儿 也是什么河北人 是吧 韩赵魏 魏 真正的核心 就在边陲之地的 东南 雄居东南的楚国 跟雄居西北的秦国 结果 秦后来统一六国 拼的是什么 当然是什么 武力啊 所以现在有些专家在研究秦国的胜利 清其除业韩赵魏 大家当在一种恐怖平衡 为什么 一系之间就翻盘了 秦国统一六国 研究 原来他现在有这个野心 有了野心之后 他就处心积虑 暗地里磨兵力嘛 所以他的兵马用啊 强啊 为什么他的兵马用 地下的什么 兵马用一出土 那个兵马用离 真正的清始皇的皇陵 还一公里多呢 换句话说 他是什么 还称不上核心呢 他的出土都造成世界八大奇景 美国总统 法国总统 争相跟他合照 合拍 军马用 所以秦国的武力 秦国的军队 在当时来说 不但是在中国 可以说是举世最强的一支禁忍 我们研究军事的 我们都是什么 挂过军阶的人 虽然退休多年 我们懂得这个军事 他战武不胜 攻武不克 有他的道理 除了 专家讲的 他的剑 他的剑头做得好 分毫不差 毫力不差 剑处 别人是扁平的三角头去剑处 他是立体的三角 三角锥的剑处 增加了他的射程跟增加了他的贯穿力 光线还不够 他的剑 拔剑四部 他的剑 除了青铜 大家讲 青铜器 因为受限于印度 他是用铜加锡的比例 锡太高 键硬 但容易脆断 我喜欢玩刀剑的 我很清楚这个 铜太高 有韧性 像个软件一样 但是 容易崩口 所以铜跟锡一定要有很好的比例 一般来说 三 七比 再精力 秦国的部队更厉害 他用一种金属割 金属割的硬度非常好 而且具有相当的一个保护力 他涂在剑的表面一层 所以那个青铜剑也变成什么 能够无剑不吹 还有 秦国的马也有名 我们下面一集 我到时候会介绍他的马车 战车 哇 那更厉害 秦国当初就是帮西州 当初他就是帮周贴子 养马的人 靠养马而建国的 在马对他来说 当然重要 在那个年代 马重要 到了他千年后的 一千多年后的 成吉思汉的时候 马同样重要 能够 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唯一成吉思汉 拼的就是快马 马在当时的作战力上来说的话 比现在的坦克 马或者是 以马匹为主的战车 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 看的《月王勾建复国》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 有文化复兴运动 我记得我们小学 带队去看免费 在基隆 我那时候在基隆 还记得《龙公戏乐》 你看我记性多好 刚上小学啊 低年级的时候 不是高年级的时候 我到现在 那个剧情我都还记住 那时候作战的时候 吴越之战的时候 也是以什么 战车啊 但现在都拍不出那种片子 很少 大陆偶尔拍一拍 那个年代真的是 拍的电影都非常的扎实 让还原那个历史 所以秦 除了靠他的什么 弓箭 靠他的青铜长剑 他还很重要 他快速投入战场的能力 骑兵 还有战车 马车托的战车 还有他的交通建设 所以为什么书同文车同轨 一般说书同文车同轨 你是从交通建设 从运输的角度来说 我们学军事的 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说 你这是一个兵力投射 他没有修路到什么地方 你载好的车开不过去 你人到达不了 你怎么去统治啊 所以交通是建设之母 同时也是什么 战略之母 部队要能够投射 部队要能够投射过去 那很多的因素 我们就举进大段来讲 讲到秦 就不能不讲到他的军事武力 所以地下的兵马俑 只是陶土做的兵马俑 就受到国际间的重视 因为他一比一的人 将军有高达一百九十几公分 一百九十公分 一般的战士 平均身高也一直在一八零 他是真人一比一的比例 身强体壮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说法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凡 这是当初派荆轲去赐秦王 等于一个什么 一个故事 而且是一个壮烈 壮烈成人 突穷彼剑赐他 以献化的秃穷彼剑 转轴一拉开里面盒子 一把剑 赐向秦王 一级未重 然后秦王也很狼狈 秦王因为他为了安全 秦始皇 他的殿前没有人能够配武器 只有他自己背了一把剑 一把长剑 秦王 紧要关重 剑背的后面 抽不出来 所以他躲那个荆轲 围着那个大梁 围着柱子 绕着跑 很狼狈 最后荆轲实在追不到他 荆轲就用 把那个什么 匕首当作飞镖一样 直向他 直向他之后 然后射中了柱子 秦始皇就利用这个空档 就是他变成一个 手无寸铁的情况下 拔出他长剑 一剑 把他击杀掉 所以 根据这个故事 大家都认为 剑拔不出来 秦始皇个子很矮 可是后来专家 推翻了这个说法 专家 在他的兵马坑里面 就是 找到了一支 他除了有两部 一号马车 二号 找到了两部 二分之一比例的 跟真马车 二分之一比例的 他的 战车 两部 一号二号 另外他的一个 铜件 那个铜件不短 人家一般以为是 青铜件比较短 因为青铜 来认印度 不够 不敢做长剑 秦始皇 不来这趟 他的那个长剑 达到一百公分 我们喜欢 玩剑的人 喜欢 一百公分的剑是 非常的长 一般的人 使不动 证明了 那是秦始皇的剑 用那把剑 反对他的身高 它达到多少 各位想一看 现在世界重量级全王 我喜欢看全集 世界重量级全王 最适合的身高 最适合的身高 大概就是 一米九五 到 两米 之间 这是一种什么 地表最强男人的一种 一个写照 秦始皇的身高 根据那把剑 反推 达到了 一九八公分 一九八公分 现在打篮球 那个林苏豪 才一米九一 就已经是 曾经打过 NBA 现在 当然是 各地方跑 都打职业队 一米九八 所以古书记载 它是八尺六岁 那时候尺跟现在不一样 相貌堂堂 龙准 长的一副 很强悍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做一个参考 哦 原来说 它身高是一米六八的 足足高了一尺 一尺 我们以一台尺 三十公分来做 是一米九八 要不然你怎么使得动 那个什么 一百公分 藏了一把青铜剑 那时候拔剑不好拔 第一个是紧张关头 第二个 那时候的习惯 剑是背到后面 身后 急毛急死的 要抽出这买 这买一把长剑 的确是有困难 最后还是抽出来了 他亲手把那个 金哥给手认了 所以我们想见得到 现在 这个 兵马用出来 大家很奇怪地在研究 为什么外国人重视这个兵马 因为秦的武力最强 他当时是地表最强的一支军队 他的兵马用出来 人家当然要研究 从军事的角度 从历史的角度 各方面都要了解 但现场找不到 有军官 一米九几 一米九三 我记得 军官都很高 一米九零以上 当然 没有超过秦始皇的 一米九八 大概一米九三 左右 但 通常来说只编辑到什么 都尉 都尉是相当于 现在团长 现在没有团了 就算是旅长 旅长 我们这边的 台湾的军阶 旅长是少将 少将旅长 少将旅长也不够统辖万人 没有更高的了 没有什么 什么参谋中长 光部长 或者什么 师长 我们长期的装备 师长 军长 军团司令 你找不到这些人 你找不到这些人 哦 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想 新始皇的部队 很可能是扁平化的管理 就是扁平化 将扁平化大家都统 他直接统一 就跟戴利那时候 我们局长 我们老局长 他是军情界的国父 他就扁平化管理 很多路线 他不经过你中间的干部 他直接指挥 所以那叫做 单线领导 又叫做扁平化的管理 所以他那部队 如臂食指 很强忍 可是 这种强忍的领导的方式 也有优点 他能够快速 统一天下 快速的能够什么 能够达到他的战略目标 但是 一旦 但是 发生了一些更替 人事更替的话 他终究不是一个什么 一个制度下 形成的 人质多于主 法质 也容易异性崩溃 大清王朝就是这样的 就有异性的崩溃 他很多原因 我们这扁平化来这么管理 现在就是都委最高指导团 都委当然官就不小 可是 一个大清王朝的军队 你想想看 还有 他的拜王 还有另外一点 法律太严 他九百名要去边 边疆 报道的军师 因为大雨而延误 但是 那时候的律法 没有法家事家 没有法家事家 只要延误 军机 延误报道 一律问战 这九百个人 就开始什么 带动了农民起义 跟制度 有好的一面 也有广的一面 还有 他野心大 他把兵力投射到南方 用五十万大军来跟南蛮作战 就是广西广东这一代 现在最有名的南越王墓的赵佗 当时就南征军 五十万大军南征军的副官 他是副主官而已 那第一届主官叫做什么 徒伪 就是 徒追了 徒追 后来因为战士 南蛮部队包打 就像美军你要去打那越南的丛林战 北方军队身材高大 南方军队瘦小 北方军队人高大 然后什么 兵器长 不适合回旋空间要大 不适合丛林战 结果被南蛮打得很惨 五十万打成只剩下二十万 接着 又派出十几万大军 由任销任指挥官打过来 才把南蛮 第二度 正兵之后才把南蛮平息 这个土罪后来因为水土不服病死 病死了 而由赵陀即位 南蛮王墓是第一任的赵陀的孙子 赵陀也就是赵末的墓 真正的赵陀的墓 还是有块悬崩 就是有很多可以研究 所以 为什么南蛮王墓章这么吸引大家注意 他除了有南方的文化很重要 他从北方 他从秦国的 他里面这么多漂亮的玉器 主要来自于秦国 有些专家还在那鬼扯 南方的干什么 他 以他的一个赵陀的性格 他还称帝呢 他称帝呢 他称自己是文帝 他这个孙子是武帝 按字称帝 他没有把那个 汉高祖 刘邦放在眼里 刘邦当初在秦国的时候 官位比他小多了 只是一个配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亭长而已 根本就放不在眼里 所以他的文化 尤其玉雕文化 你看这么南蛮王墓 不管是崇环 崇环的帝 龙凤帝 那很有名 他还有很多 玉带沟 龙虎玉带沟 那个很有名 他有什么 玉具剑 剑士 还有什么 玉武人 非常的有名 但是他 所以 研究秦玉 玉器文化 不能不研究南蛮王墓 各位这一点 我要给各位提醒 好了 我们 眼前的这一件 大家 考考各位 丢出一个问题 这个大将军是谁 能够号令天下 月 哪个月 当初 商咒王这么嚣张的一个商咒王 被灭掉 就灭在一个大黄月之上 被销售 谁 武帝 周武王 激发 罚咒 首次的就是一只大黄鱼鱼鱼鱼鱼鱼鱼 秦文化里面 好斗 就是有这种 日本那种相扑似的 人跟兽斗 跟罗马帝国 他有最早的一种 罗马帝国 人兽斗 人狮斗 人虎斗 人跟熊斗的这种 那种场景 秦始皇 秦始皇 秦始皇以前还要盖一个陆月 就是 他的一个狩猎场 他们是很 他们是武力强盛 他们是蛮那个的 他们都是 那种的 能征善战的部队 你给你想 他的那种 对 运动上 运动的能力 跟杀戮的能力 猎杀的能力 都是极强极强的 曾经要盖的 而被那个邱丹 被那个邱丹 给劝阻掉 要不然现在 河南到山西 这一带 都成了他皇家的一个 什么 花园了 皇家花园 打猎之用 跨两个省份 他们说 哎 老民伤财 他们说 你这样子干脆养个路 路有脚 南蛮的部队 你要是怕南方的人来进攻你 怕东南方的敌人来 你就养那个路 那个路把敌人就给什么 击退 这是在讽刺他 所以他一笑置之救命 本来是要盖 所以 大型文化里面 对于这种大型的这种动物 他有种那种崇拜 而把这种大型的猛兽 能够征服掉 啊 又是用人 人 又接近神的神人 所以这神人兽 你看都藏在每一个细节 环节里 这是密码 又代表一个国家的power 一个国家的能量 又代表这个人物 这个大将军的 最后 power 他的能量 你看 他带的是个虎帽 各位各位 这个大老虎 他每一寸细节 上面 都有文章 都有密码 他有什么 文中文 戏中戏 从他拿的兵器 到他的人物 到他佩戴的帽子 身上的服饰 都充满了这种 神人 神兽 之间的这种互动 精彩至极啊 而且有镂空 这是一块钢板料的 我们讲的和天清玉 里面最好的和天清玉 号称为帝王玉的 钢板料 就是金雕细组 楼宫所把金雕细组 身上的这种百细 脚底的纹饰 脚底就是日本的相扑 摔脚就在脚底 就是人寿斗 就是罗马竞技场的那一套东西 搞不好他是学至于我们 什么 当时称为大秦 所以中西文化 他也有他的什么 共同的一面 共同的一面 那种什么 残暴 人性啊 你说人性本善 还是人性本善 都有说法 也都说得头头是道 其实人性也有本善也有本善 只是我们玩玉雕的 都想要有 一面是什么 善恶 一面是神 一面就是 鬼 一面善恶 要把它循循善用 把它的善根 给诱打起来 就好 把它的恶的一面给诱打起来 各个都是撒蛋 好 这张图 我们把他问题就对比 他到底是谁 清国的大军 他不会是个都尉吧 都尉 在现场相当于一个团长 兵马庚 最高的军阶是都尉 不止 他是统一南方的 你算你五双大军军的 那个 徒追 或者他的继任者 任销 任就是 任我行的任 嚣张的销 很好记 不拿着副官赵佗呢 南岳王的祖父呢 南岳王赵末的祖父呢 号称为南方的文帝 还是长城部队 什么叫长城部队 通你三十万大军把匈奴 一去数百里 把匈奴打到数百里之外的 把打到现在俄罗斯的地方 谁 对了 护手长城有关 蒙田大将军 人家说蒙田不死 秦国不会亡 蒙田被谁害死了 被赵高啊 赵高 忌惮蒙田的能量 蒙田三多人啊 来自于齐国 能征善战又忠心 正派的一个人 他跟太子 施交又好 服输 那像样的太子 就两个都被他 赵高 用技来害死 所以大兴王朝 为什么会这么快的崩溃啊 只有赵高理事之流 聪明有余啊 失去了那种正义感 本来顾长城蒙田呢 三四国大军的统领 曾经 被赵高 犯的错误 被他当场逮到 而对他也不杀之恩 没想到最后就死在他的手上 所以 诶 到底是蒙田呢 统领三四国大军的长城 长城将军 蒙田呢 还是南方的军队 土追 或者什么 任销呢 还是赵佗呢 这些 留待 或者是社罪 会不会是秦始皇本人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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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很难念的 那个 那个 廖啊 这个 就是 秦始皇后的妈妈 趙姬的面上 他男朋友 也是个大帅哥 身高也在一米九几 根据历史记载 这个人长得又帅 而且他在史记司马县介绍 他有巨根 巨根就是男人的那个羊巨 特别大 他那个巨根呢 可以转动 同树座的什么 轮胎 当时那大木轮啊 我同树座的大木轮 他用他的巨根可以转动 那等于在表演啦 等于我们现在的A片 A片男主角 他用了 两岸 结果就是 造反 他 东窗事发之后 跟赵姬的东窗事发之后 造反 结果被秦始皇 戒机会把他杀掉 了 廖老爷是谁呢 他 又是 所谓的秦始皇的 这个 丞相 也就他的这个义父 的舍人 所以就连他义父这块 整个的就 就给垮下来 这个是一段历史 当时 他之所以兵变失败 差弹了 他缺少虎符 当时的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虎符能调动50万军队 50不是50万 50人以上军队都要用到虎符 他严控控管这个虎符 你没有虎符 你最多只能调动49人 你怎么去造反 没办法造反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将军头上带的这个虎 他有他的一个象征的意义 但秦国就是以虎符来统一无聊 我们刚刚讲的扁平化管理 谁直接管这个虎符 秦始皇本人 或者他叫你调兵遣将的时候 他派你出去 他给你多少个虎符 你就能够调动多少个军队 这个赵基跟那个廖尔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虎符 所以调动不了大军而被杀 所以这个虎也具有象征的意义 也是虎符的一个象征 换了它是一个最高统帅的一个象征 我想我们今天这一届 让各位去评估它到底是谁 它一定是顶头 它一定是个投人 军事方面 军事统一方面的投人 究竟是谁 我们可以慢慢去解读它 慢慢去解读它 这也是一个什么 秦王或者进入秦始皇宫伟之中的 象征的它的分工伟业 它是结合 结合御啊 御器 礼器为上 六器 除了是礼仪之器之外 人质方面 它是到了最高等级 最高等级 它是军事的统领 政治的统领 还有一些什么 信仰 包括它身上的这些神秘的文字 一种信仰 还有一种什么 文化的信息 还有一个什么 艺术美学上的信息 这都什么 它集合会坠在一起 集合会坠在一起 而且 也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一句话 大内宣大外宣 把那个将领 把那个军事的统帅 把它加以神格化 大内宣大外宣 这个重要的一个图腾 重要的一个图腾 象征了清国的这个文化 我三十多年前 收到它的时候 诶 我沉淀了三十年之后 我才敢说 它是真正 就是大清的东西 而不是人家讲的后访 后访 你后访做不出来这些东西 它的玉雕 第一个是钢板雕 又上好的那种 致命的这种和天气宇 所谓号称的帝王月 你才能做出这样精工细作的活 而且每一个精工细作的活 它拼凑起来的 个别方寸之地 都有它的精彩的人 神跟兽之间的这个互动 这是现在你从电脑到人工 到手工 说达不到 光它的一个构图 你就达不到 光它的构图 你就达不到 而它精雕系统 你细看来上手看 它有高低起伏 它虽然是个平面 但它平面之中 这这么薄的一个情报 它能够有什么高低起伏 它能够有这个什么 让你感觉到 它的这种2D 而产生这种3D的这种 一体的效果 这是艺术的一个 要一个极高的一种 一种表现的一种手法 而且又充满了那种神秘感 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配合得上 大秦王朝的 这种无坚不摧的 这种能量 同时呢 它的光滑 除了在军事上的表现 我讲的万里长城 是国防之用 它同时也是什么 一个美学 一个什么 地表最大的一个装置 金型的一个装置艺术的一个表现 所以刘代给我们 去研究 去再探讨 我想我们今天 就说到这里 精彩可及 精品 一件一件的 端给各位看 这就是标准的 大秦文化里面的 宫廷语气 不是像那个 国中生 用个献剧剧的 那样构肯的一样 大秦文化 要是那样的话 它就统一不了中国 我们这一件 就是能够跟大秦的 当时的国力 能够匹配的 这么一件 你说它是文物也好 你说它是一个图腾也好 你说它是一件什么 力量的展现也好 你说它是一件 艺术的一件 精品也好 蓄势代码 能量 因为含着无限 无穷的能量 好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